好,大家好,我是千锋的大数据讲师 那这次呢,我会为大家继续讲解咱们认识大数据系列课程 OK 好,那咱们说啊,咱们继续上次的课程啊 咱们在上次课程中呢 咱们已经把咱们的这个哈豆腐环境呢,搭建好了 那咱们呢,接下来呢,就运行一下 咱们的这个叫做官方实例啊,官方实例 就是说,官方实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我编写一个文件,在里边呢 写一些单词,那通过咱们的这个MapReduce呢 去计算一下咱们的这个每一个单词 在这个文本文件中出现的次数啊 OK 那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啊 我比如说vi一个叫做a.tlt 好,在这个里面呢,我写几个单词 比如说i,我给他,比如说hadoop,java 然后hbase,hello 然后以及呢,咱们说hadoop,java,zocaper 比如说hello,随便一起写的啊 比如说呢,scope啊 比如说呢,这个hbase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flume 以及咱们这个spac OK,那咱们就写这么多吧 写这么多之后呢 比如说,那我这个单词出现的一个次数呢 通过咱们的这个niple reduce进行一个统计 那首先呢,我需要把我的这个 啊,a.tlt呢,给它上传到咱们的这个叫做 啊,hgfs上,集群上 那我怎么终于上传呢 首先咱们通过,啊 hdfs dfs啊,这里边呢,可以看到dfs的一个hgfs的一个shell操作命令啊 以后呢,咱们用多了,你就会慢慢就会清楚了啊 通过它呢 杠put a.tlt 到哪呢?到咱们的这个根路径下的a.tlt 这个是后边的是咱们的dfs集群,对吧 好,上传 上传成功之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叫做 外部的路径,可以看到我上传成功上传了一个文件,对吧 好,成功上传一个文件之后呢 我需要运行一个集群官方实例 官方实例又在哪呢 咱们找个bin hadoop 找到咱们这个 它的实例在share中 找到 有一个叫做hadoop 有一个叫做map reduce map reduce里边有一个hadoop map map reduce example 在这个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啊 这里边全都是它的一个官方实例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word count 咱们直接呢 啊,输入 如果不会是的话 咱们直接输入word count 它要求呢 咱们给定一个输入的路径 就是说 比如说 a.tlt 啊 它包括要求给定一个输出路径 而输出路径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是一个output 这个要求不用提前存在啊 好 那咱们接下来呢 就跑一个咱们的map reduce 在这个里边呢 它开始呢 进行咱们map reduce的一个编系啊 开始运行 那运行过程中呢 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叫做 ya呢 进行一个什么呢 监控 咱们看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任务正在正在跑 对不对 正在跑 咱们可以在这里边去看一看 啊 这里边咱们没有配这个域名解析啊 所以只能看到这块 OK 跑完了 成功了 对不对 跑完之后呢 咱们可以到这个叫做hdfs 找到dfs-ls-对吧 其实呢 就是咱们可以通过 也可以通过外部页面去找 找到咱们这个叫做 你看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output 在这里边呢 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part 对吧 那咱们不能直接看啊 那咱们直接就直接看这块吧 拿过来 找到什么呢 output 对吧 这里边咱们把它呢 拿过去看一看 output里边呢 它有一个什么呢 success success呢 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告诉你这个任务啊 执行成功了 咱们主要去看什么呢 叫做part对吧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part信号去看 那我这块呢 给它用一个叫做text啊 你可以用cat这个命名去查看 你文本中的文件 那咱们去看一下啊 那咱们的这个叫单词出现的字数 flume一次 hadoop两次 hbs两次 hello两次 java两次 spark一次 zocook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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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啊 大家可以发现啊 通过咱们这个map reduce呢 就可以把咱们文本中的一个单词的 有出现的次数啊 很快速的进行一个统计啊 这也是map reduce的一个强大之处 ok 那这节课呢 就是跟大家去演示一下 如何运行咱们map reduce的一个官方实例啊 ok 那咱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